主播我們可以看到 白沙屯媽祖腳程 真的非常非常的快速 鑾腳已經來到了 彰化的溪湖 淨湘才進入第二天 他們就已經走了 八十多公里 分轟超跑急行駒 那眾信徒的體力還好嗎 我們先來聽一段 他們怎麼說 從白沙屯那天 就是起假開始都沒有睡 就整晚都沒有睡 我們都以為 以往都會大概四五點 就會住假 結果今年到大概八點 超級怪 其實應該預計 今天應該還在身旁 怎麼已經到年度了 應該是媽祖體諒說 疫情的關係吧 所以說比較快 然後讓大家比較 比較平靜在一起 我們可以從信徒的臉上 看到些許的疲憊 因為第一天 媽祖在凌晨出發之後 第二天又是早上五點 就一路狂飆向南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雖然媽祖一向都是 以沒有固定的路線住民 那第一天的傍晚 他抵達彰化福安宮的時候 本來信徒都在猜 媽祖應該是會在福安宮 會鄉住假 沒想到 鸾轎才停留不到五分鐘 就旋風離去 反而是來到了 鹿港的海埔派出所來住假 大批信徒也趕來祭拜 派出所的遠景 也相當興奮 誠心祈福 感謝媽祖的力臨 以上說明 然後最近情形相閒 鏡頭交換給朋友